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到意外的宣布 和小尼尔森协议分道扬镳 Mutually a Great Party 独行侠队的亿万富翁东主库班 Mark Cuban虽然公开的礼貌 性感谢小尼尔森24年来的贡献 然而19年以来都是球队运营中心人物的小尼尔森 却没有任何回应 库班亲自聘请的品管研究和发展 也是务总监 Director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希腊以加拿大籍运动赌博专家 吴甲瑞斯 Harelobas Vulgaris于是成位中所使的 质疑他是否其倚仗数字游戏 跃全发言影响 球队的选秀布局 先发阵容 球员评鉴和交易等决策 导致小尼尔森挂冠而去 2008年5月9日 当时累积有6级总教练资历的卡莱尔 由印第安内流马队应聘转任小牛队主帅 从此和库班 小尼尔森形成球队行政管理三巨头 卡莱尔如今即将年满62岁 小尼尔森现年58岁 库班现年未62岁 小尼尔森的父亲 现年81岁的尼尔森 Donald Albert Nelson的那类 已经入列名人堂 在世纪之交 曾经带队征战每家地区男子 职业篮球大联盟NBA 31个球技 1997年12月4日到2005年3月17日之间 由纽约尼克队转任小牛队总教练 八个球技 共出战590次 战绩339胜251败赢球率为57.5% 尼尔森父子共同效力 一支球队 担任场边教练和前台主管 曾经是北美直篮的一段佳话 小尼尔森这些年放眼世界篮谈 其中有两次布局和抉择 对于美加地区男子直篮天地 已经有20年以上深渊影响 第一次是在1998年6月24日 小尼尔森以助理总经理的身份 测动三支球队 小牛队 公路队和太阳队在选秀日当场完成交易 将德国级七尺身高的大前锋 诺维茨基 Dirk Nowitzke 以及加拿大级六尺三寸的组织后卫 被奈许Cive Nash严岚加盟 其次于2018年6月21日 也就是在诺维茨基选秀后 加盟球队整整20年之后 独行侠队在选秀第一轮 毅然割舍杨恩 Trey Young 而在第三顺位 挑选67寸的组织后卫 唐希奇 22岁的唐希奇 从此两次当选全明星 以及连续第二度入选全联盟第一阵容 诺维茨基曾经四次入选全联盟第一阵容 小尼尔森如今食不我鱼 接班人为其风雨 分力或有机遇 彭广阳 2021年6月17日